还有台风天 飞机起降 乘客的心真的是七上八下的 桃园机场今天就取消了超过上百架的航班 那有旅客从速雾抵达台湾 他回忆在降落的时候是最颠簸的 情况如何 联系给记者 调研宝 整架飞机抖到小孩子跟大人都忍不住叫出声来 因为台风的关系 桃园机场航班起降都受到强劲的风力影响 就有旅客从速雾飞回桃园机场的时候 知道机师已经从台风外围绕过去了 在高空还没有太大的感受 但是快降落的时候就明显感觉到颠簸 有惊无险的平安降落 比较有那个下降度快或比较会颠簸这样子而已 然后侧风会稍微机上有点小尖叫 对 然后尖叫到下来的时候 大家就是还蛮开心的 就是说已经平安到达台湾这样子 在台风天起降真的是考验机师的功力 兼桃园机场客户机入境航班取消65班 出境航班取消67班 一共取消132班 因为台风的关系不止航班变动性很大 在空中同样这样子人屁屁错 直到确定碰触到陆地之后 旅客不安的心才缓和了下来 山陀台风持续影响着台湾 台东南回地区掀起了平均10级阵风 以及5到6公尺的大浪 那有民众今天下午在南田岸边 发现一只火体鲸豚就搁浅了 而且不断被大浪拍打着 村民想要协助它 不过风浪实在太大 根本无法靠近 只能作罢 情况如何联系给记者 一波波海浪不断拍打到岸上 只是似乎有生物横躺在岸边 一动也不动 镜头拉近一看 居然是一只鲸豚 二号下午台东县达仁乡 南田公园外侧的海滩上 有民众路过时发现 一位体长约1.5公尺的鲸豚 疑似遭到巨浪拍打上岸 整只搁浅在岸边 目击村民想协助 但风浪实在太大 无法靠近只能作罢 中台山徒儿侠待强劲外围环流 台东南回地区掀起平均 十级阵风以及五到六公尺的大浪 鲸豚疑似因为大浪拍打 不幸搁浅在岸边 而由于风浪过大 海巡人员也没办法跌进救援 民众远远观看 只见鲸豚似乎还有一线生机 不过后续还是得等待风浪缓和后 才能再更进一步确认鲸豚的状况 现在台风山陀的行进速度缓慢 不过台风核心边缘是已经接触到南高平的沿海 那预计呢 风雨将会逐渐增强 就是越晚的时候 就有脸书粉砖 看了气象署的单雷达合成回坡图之后 发现山陀的台风眼竟然变成了爱心的形状 那也涌入了大票的网友进来朝圣 就开玩笑说 果然山陀是很爱台湾的啦 那山陀席台呢 也吸引了国外的知名追风者莫格曼关注 他在粉砖就发文 报告说自己从美国搭机来到台湾之后 立刻转车到台南 莫格曼还提到 台湾是他去过最能应对台风的地方之一 但是呢 这里还是有些人会做一些防台迷思 比如说他就说了是用胶带封窗户 那这个发文也引发了网友们议论 那明天会不会再次放台风架 也成为了焦点 不过有厂商表示 台风架现在好像变成理所当然 因为今天是全台都放了台风架 但许多地方是无风无雨的 所以应该检讨的是台风架 是不是太腐烂了 另外一家食品厂老板则认为 基本工资确定要涨了 那工业电价10月也要涨 现在台风架又乱放 所以说政府政策让中小期也是难以生存 旋转时间月晚 宜兰陆续出现了间接性的降雨 最大阵风达到六级 而在宜兰有不少间的动物农场 像是大人小孩都很爱的水屯军 业者怎么替动物们做好防台准备呢 我们让记者陈婷如带来看 婷如 因应山土耳台风的来袭 民众各个在家被妥物资防台 做好准备 但其实在宜兰这边有很多间 像这样知名的动物农场 不过这些小动物到底要怎么防台 你可以透过现场的画面看到 除了将它们移至室内放之外呢 另外业者这边做好了防台准备 带你一起来提 基本上我们在宜兰比较风大的区域 所以我们在台风天的时候 一定会让他们移到室内这个温室 那这个温室呢 基本上它可以抗风压十七级 所以它在室内其实完全没有感觉的 对 那像是水屯军的部分吗 水屯军我们也是移到温室的运输笼里面 然后我们就等待 就放好它的水跟饲料 然后等到台风天过后以后 我们再把它放出去 这样相对的安全 这就是还会特别留守人员在那里 对对对 我们台风天的话 会有驻厂人员住在这边 对那这样的话随时可以观察 我们园区的安全跟动物的那个安全 对对对 那就是可以直接现场表演 好让他们在园区 虽然他们台风天 可是他们还是需要非常运动 所以我们会在室内 还是会让他有一些飞行的运动 我现在来示范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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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是鸟类 其实现在大人小孩都爱的水屯军 他们平时呢是生活在户外的 但是现在您可以看到宜兰的风 其实相当的强劲 因这一回呢 山陀尔台风的来袭 那么现在业者也将他们是移到室内 来做一个保护 而其实转过头来 我们可以看到后方呢 这边全部都是一整排的玻璃 业者呢 也有贴起大字型的叉叉 来做一个防台 山陀台风行进速度缓慢 虽然简为中台 但对台湾影响不容小觑 但在天气上暑的最新说明 方向移动 它的暴风圈目前正冗罩着 包含在云林引南的陆地 还有在台东的陆地 我们预估我们警戒范围 还是针对苗栗引南 南头跟花东 还有澎湖地区 在海上附近的警戒区的话 还是包含在台湾海峡 巴士海峡 东沙岛海面 跟台湾的东半部地区 请这边附近的船 一定要严加戒备了 从过去的整体的浪高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在台湾附近的浪高 普遍来说都偏大 那么在东沙岛海面 还有台湾西南侧的海域 也就是最靠近台风的地方 都有观测超过6米上的浪高 甚至东沙岛都有9.5米的浪高的情形 另外在马祖地区的浪 也都还是比较偏大的 那包含在台湾海峡 台湾北部海面 也都有大于3米以上的浪高 虽然说北台湾地区 距离台风是比较远的 我们还是在台北港 都有观测到 接近5米左右的浪高 所以这个台风的影响 其实对海面上是非常的大 请大家尽量避免到海边活动 那么至于在整个整体的风力来看的话 我们先来看整个风力观测 在风力观测 我们可以看到 在今天的观测来看的话 过去受到台风的影响 包含像桃园都有观测到阵风10级 另外在台东 南与绿岛都观测到10到12级的阵风 另外在澎湖也有观测到平均风10级阵风12级的情况 那么我们进而如果从比较细的乡镇区域来看 在台湾附近 这种橘色区块代表阵风有到10级以上的风力 而黄色代表是9级以上的阵风 红色这种紫色暖色系的话 代表风力是越强的地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超过10级阵风的区域的话 包含在云林以北地区 基隆北海岸 北宜兰地区 恒春半岛 屏东跟高雄 另外在澎湖跟马祖 也都观测到10级以上的阵风 这代表其实受到台风逐渐接近的影响 还有外游环流非常明显的影响到我们台湾 尤其整个沿海地区的风力 也都是普遍比较偏强一点的 那未来它整体的预测 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今天第一个时间的话 包含在今天的晚上的时候 整个西半侧一直到桃园 然后到台东 以及离岛这些地方 普遍的阵风都来到10级以上 这样的影响会持续到 明天的清晨6点以前 另外到明天的白天 中午之前的话 整体的风力还是影响到整个西半部地区 台东地区因为整个风力 随着台风逐渐接近了我们的西南侧的陆地 所以台东的风力 开始有逐渐趋缓下来 但是从桃园引南地区 这边都还是有普遍10级的风 还是要特别留意这个风力的影响 所以我们从整个风力的趋势上面可以看到 就是今晚到明晨 一直到明天白天这段时间 它的差异就是在今天晚上到明晨 随着台风持续接近我们的新南侧陆地的时候 海面上的风力还是持续都比较偏强的 而且这种黄色橘色区块 有接近到我们比较偏内陆的地方来 风力会影响还是比较明显 而到明天的时候 随着台风有机会逐渐在登陆了以后 整个风力在西侧依旧偏强 东侧稍微减弱 不过都还是普遍会有实际的阵风 风力比较明显减弱的时候会落在明天晚上到后天清晨 因为台风进到陆地以后 它的结构被破坏掉 所以整体的风力在这边是比较偏弱一点的 海峡这边因为受到东北气风的影响 都普遍可能还是有九到十级的强风出现 所以再提醒大家 明天白天之前的风力来说的话 在西半部地区还是依旧都会比较偏大的情形 而至于江湖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台风是在我们的西南侧的非常近的地方 受到它的外温环流的影响 所以在台东地区 在目前为止 津风都已经有三小时一百毫米的降雨 下雨的情况依旧会持续比较明显 毕竟受到整个台风的影响 大概比较偏南到偏东南方的水气 这样常对流持续影响台东 花莲地区 另外包含高频地区 它的降雨也都还是持续明显 而目前现在这个时候 随着台风持续缓慢向北上的过程 北边有一个比较强的对流 正会逐渐通过澎湖南边的东极岛这个地方 这样的强对流除了带来短延时强降雨之外 它的瞬间的强风也都是非常强的 请这边朋友一定要务必提高警觉 此外在台湾其他地区 因为随着台风外温环流的影响 今天天气也开始逐渐的变差 有一些下雨的情况发生 这边要提起一件事情 过去我们一直在提醒在花东 也是影封面地区 屏东 恒春半岛 高雄 也是接近台风的地区 这些地区的下雨是比较明显的 但从今天晚上到明天这段时间开始 因为说外温环流跟地形交互 最后的影响 在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山区 这些地区的雨势 开始会有逐渐明显起来 到明天的时候下雨的情况还会持续 可能预估会有局部大雨或好雨的情形 我们会持续密切观察 因此从整个电量降雨预报的预估可以看到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时候 明天白天的时候台风会只可能接近 我们的新南侧的陆地了 而这时候因为说它的外温环流 因此在花东南部地区下雨情况 是比较明显一点的 北台湾地区开始下雨的情况也会明显 尤其在北海岸还有北部山区这个地方 另外到明天白天的时候 所以台风持续向我们陆地移动 进到我们陆地的内陆 这时候其实在南台湾地区 因为环流林响 下雨可能还是在持续 北台湾依旧要注意的是 基隆北岸跟北部山区这个地方 而到明天晚上到后天清晨 跟后天白天 可以看到下雨的雨是 比较偏红色的这种强降雨 开始有逐渐趋缓下来的趋势 但是要特别注意的 还是比较偏向宜花 跟基隆北岸这种北部地区的降雨 真的假雨的话可能会持续到后天白天 因此整个下雨的情况 会慢慢的逐渐由花东南台湾地区 慢慢转来比较偏向北台湾地区 这时候可能因为受到比较偏 东北季风的影响 或台风外温环流的影响 因此基隆北海岸 北部山区的朋友们 要特别注意这样的情形 所以为大家稍微整理一下 我们预估这个台风 到时候会以比较弱的中度台风 或轻度台风 清洗我们台湾的西南部陆地 登陆以后它的强度是会迅速减弱 不过还是要请大家盛防风浪 台风暴潮及海水倒灌的情形 那么预估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时候 这段时间 风雨是持续在影响着我们 那么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地区 我们刚刚一直在提醒大家的 还要持续注意这个东北季风 跟台风外温环流交互之后的影响 造成可能会有比较强的降雨发生 以上是这一节最新的七项资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